存未来有望免居隔 传出需要达到两个条件 包括三七月的覆盖率 必须达到七成 以及中重症率不再上扬 而最快可能六月 就会开始实施 指挥官陈时中也松口 证实确实有这个规划 但变数还很多 另外入境筛检疫的这个政策 也在松绑 五月九号起 七加七维持一人一户 期间只需要在第七天做快筛 民众提着大包小包行李返台 入境检疫 终于在松绑五月九日起 将缩至七加七 在入境当天PCR裁剪 及第七天快筛即可 但还是需符合 一人一户的居住环境 中间当然有症状 那可以使用这个快筛 那可以如果是阳性 那当然就要来通报 如果没有办法一人一户 那就要到防疫旅馆 不止放欢入境检疫指挥中心 打算朝确诊者免居隔方向 与病毒共存 传出要达到两条件 包括三级施打率超过七成 中重症率不上扬 预估最快六月可能实施 对相关的规划 但是它变数人多 只有确定的情况 再跟大家做报告 是否在六月的时候 我们疫情可以很明显 就降到一个很低的程度 这个东西目前是有待观察的 有些新的病毒会出来 另外专家黄高斌也推算 自然感染加疫苗覆盖率达八九成 最快年底就有机会口罩解封 但真的有可能吗 相关行为的限制 或是生活的限制 这会大幅的放宽来 而口罩可能需要再稍微戴久一点点 相关防疫政策逐渐松绑 要达到和病毒一起生活 但有其他医师认为 冬天恐怕又有新变异株出现 想要完全解封不戴口罩 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这有黄义均 杨宗燕台北报道